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之前咱们先打一个广告 10月26号星期六 咱们去天津呢有一场游秀活动 这一次是去天津另一个地标景点 天津滨海航母主题公园 里边呢是苏联基辅号航空母舰 这是苏联历史上生产的第二款航空母舰 也是第一款真正意义上能起降飞机的航空母舰 再往前那个莫斯科级 它是只能起降这个直升级 这是一个能起降飞机的航空母舰 然后呢咱们能看见苏联这种航空母舰 它的设计风格和美国和英国和其他国家 就完全不一样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一方面是苏联独特的这种地缘环境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这是苏联独特的体制所决定的 那具体它是怎样的地缘环境 它是怎样的体制 这种体制之下又产生了哪些 金星怪状的东西 咱们就是到时候再说 欢迎各位的报名 感谢大家的捧场 先谢谢各位了 那好了 言归正传 浩瀚宇宙 星辰大海 这一直是人类孜孜不倦探索的终极目标 在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当中啊 SpaceIS公司 它的兴建项目 它承载了人类最多的期待 那最近呢 他们又一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这次不是因为他们那个 那火箭呢 那庞大的体型 还是它强大的运载能力 动力 而是说它独特的 独具匠心的回收方式 用筷子回收 就是用两根巨大的机械臂 像钳子 像筷子一样 夹住那个返回地球的火箭 然后把它就固定在这个回收平台上 对于现在的技术来说 回收火箭 它远比发射火箭更困难 这远不是说飞机降落的难度所能比的 火箭没有机翼 那就意味着它更容易失去平衡 火箭的降落方向方式也是垂直于地面 而飞机呢 它是平行于地面着陆 飞机还可以通过机翼调节升力 实现那种平缓着陆 但是火箭发动机 它是直接和地球引力对抗的 在降落的时候 你这火箭不仅是你得控制垂直方向的力 还得负责修正水平方向的影响 再加上火箭的体积质量也远高于飞机 它有70米 20层楼高 上百吨重 那质量越大就越难控制呗 而这一次呢 你看他们不仅是实现了降落 更实现了用说筷子的方式 夹筷子那个方式降落 这倒是另一个维度上的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回收火箭这个技术啊 现在才出现 但是回收火箭的想法很早就有 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用德国弄来的V-2导弹 进行了一系列的飞行试验 然后弄回来这导弹啊 它数量总有限 试一次少一次 他就想说能不能我给人加个降落伞 我让它缓缓落地 不让它砸到地上 这样我就下一次还能接着用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当时这个V-2啊 它下落的速度太快了 降落伞一放出来 那就立马被撕成碎片 这技术非常不成熟 后来人们想过用常规的办法实施回收 也就是说 就是通过发动机 哪通过发动机是反推啊 还是怎么样 让火箭重新降落 但这个技术对当时来讲 也过于超前 只有在电影里能看到 像1959年一个苏联电影 它上映了一部电影 叫天空在召唤 里边就有这么一个场景 就是一枚火箭 就是喷射火焰嘛 抵消重力 然后缓缓降落在一个海上平台 这跟现在那个SpaceX的项目 非常相似 当然了 那个年代别说苏联 你就是集中全世界的力量 一起办大事 这玩意也做不到 所以他们只能在科幻电影里 想想就罢了 在这些技术都不允许的条件下 人们就想到了 就是用翼滑飞回的这种回收方式 那这个技术的核心呢 就是利用火箭的翼面啊 这个就是飞机有机翼 它是火箭的翼面 在大气层当中滑翔 从而实现对火箭速度的控制和回收 在这种回收方式当中呢 火箭在返回过程中 会利用翼面 它产生的生力进行滑翔 对它的启动布局和控制能力 也有很高的要求 通过减少火箭在返回过程当中的垂直速度 降低着陆时候的那种冲击 这种技术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美国的航天飞机 1981年年初 经过十年的研制开发 人类历史上第一架航天飞机 哥伦比亚号终于建造成功 它是第一架用于太空和地面之间 往返运送宇航员 还有设备的航天飞机 在太空飞行了54个小时 环绕地球36周 然后安全着陆 随后呢 美国人又相继建造了挑战者号 分进号 发现号 这些航天飞机 美国人在太空事业上的成就 这就急坏了苏联人 本着美国有 我们也要有的原则 也投入了巨额资金 用于航天飞机的研发 终于就开发出了暴风雪 航天飞机啊 理论上它实现了回收这一目标 但是它回收的不完整啊 飞行器是由一个巨大的燃料箱 外挂航天飞机组成 在进入太空后 燃料和助推器什么这些东西 全部抛弃 只有飞机飞回来 它没有达到想象中这种百分之百的回收利用 而且呢 它的经济方面也非常不理想 当时啊 在研发的时候 给航天飞机的期望值是 每次它的发射成本 不到一千万美元 拉七个人 还有三十吨的货啊 进入送到这个什么 这个近地轨道 然后在返回地面之后 经过大概一个星期的保养维护更换零件就能再次上天 这样的话 它的成本就大幅度降低了嘛 它就能淘汰所有的那种一次性的运载火箭了 从而实现 人类能够大规模的开发外太空 但是实际上到了研发制造生产的时候 因为技术不成熟啊 导致这种制造成本飙升 载荷能力呢 也下降了不少 从三十吨降到了二十五吨 同时这自身的安全性啊 也有问题 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就发射失败 航天飞机在这个电视直播下呀 飞行了三小时之后 凌空爆炸 这起事故让航天飞机的发射频率骤降 但是有关于它的研发费用 这个投资可早就出了 各种什么零部件的生产线 还有航天飞机的维护知识设施 这些东西也早就投产了 现在你说航天飞机这个发射次数少了 但是零部件的生产线还在 你还得投钱养着 这么综合一看 它的成本一下就上来了 就是每次发射它的成本一下就飙升了 最后呢是达到了比那种一次性的运载火箭还贵 贵到财大西苏的美国人都受不了了 在2006年退役了所有的航天飞机 另一边苏联 那解体之后 它就让航天飞机在那厂房里吃灰了 现在都成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到冷战结束之后 随着科技进一步发展 像电影当中火箭垂直降落 这个模式开始成为可能 早在1993年 麦道公司就造过一款火箭 叫做三角快翻 它这个火箭就是垂直降落地面的 它不需要记忆 只需要说发动机那种反向喷射 抵消重力 这就行了 那这款火箭呢 进行了实验 它是飞离了距离地面74米高 然后又降落在地面 后来公司把一部分的技术细节进行公开 然后让后人进行继续的这个研发工作 马斯克就属于这里边的后人了 依靠这些数据和技术 召集当年的工程师开发了更靠谱的回收火箭 就猎鹰九号嘛 和这个三角快翻相比 它是解决了更多的技术性难题 你看猎鹰九号 它是可以让回收火箭和上面那部分分离之后 它自己飞到着陆的地点 速度降到足够小的速度 再瞄准着陆点啊 那后续呢 在它的这个基础之上啊 这个SpaceX又推出了一系列的回收技术 那刚刚发生的筷子假火箭 这就是其中之一啊 那话说啊 这个老板马斯克呀 他曾经是放下豪言 让人类的太空旅游变为可能 随着火箭回收技术的逐渐成熟 发射成本降低 当初的那个豪言现在正在一点点的实现 有人说 哎 那他们发射成功 你激动个啥呀 跟自己月薪三千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啊 或许在他们的努力下 未来月薪三千的人也会有能力去买上一张 去往外太空的船票 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虽然不密切 但是总能影响得到 好了 关于这个火箭回收技术啊 他的故事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